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不太高兴? 怎么不太高兴? 我的工作没了? 我的工作没了 A问B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学过怎么? 学过回和是 B 没有直接回答原因 她的心情很不好 她说她做过很多工作 但做的时间都不长 现在又要找工作了 想跟我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A 看到B的心情这么不好 就安慰她 可能新工作比以前的工作还要好呢 没关系了 的拉是语气词 它的作用是让句子的语气舒缓 A 提出送B回去 其实是想陪陪她 请跟我读 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可能新工作还要好呢 可能新工作还要好呢 我送你回去吧 我送你回去吧 B 不想回去 想去哪呢? 记得吗? 想一下 对 B 想去咖啡厅喝咖啡 我们学过餐厅 学过咖啡 厅可以表示聚会 或者招待客人用的房间 现在知道咖啡厅了吗? 咖啡厅就是卖咖啡或者其他饮料的地方 想跟我读 我不想回去 我不想回去 我们去咖啡厅喝咖啡吧 A 答应了 A 答应了 并且提议喝完咖啡去看电影 A 觉得这样做 B 的心情会好一些 可以压的压和拉一样 也是语气词 想跟我读 可以呀 可以呀 等会儿再去看场电影 等会儿再去看场电影 学习了 学习了这段对话 如果你的朋友心情不好 你会用汉语安慰他了吗? 加油! 下面我们来做个练习 好的 我们来看看答案 你看着很高兴 是的 我考过了HSK二级 妈妈怎么了? 妈妈有些钱找不到了 所以她不太高兴 我们出去玩吧 我不想去 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我们说好 这星期天去商场买东西的 星期天不能去了 因为公司要加班 我们说好的意思是 之前你已经同意 星期天去商场的 可是因为公司临时要加班 她的朋友去不了了 我们学过上班下班 加班意思是休息时间上班 你都做对了吗? 欢迎新同学 很高兴能成为你们的学姐 请往这边走 这是你们的教室 洗手间在那儿 右边的最后一间 这是餐厅 十一点开门 一点关门 你们可以在这儿吃午饭 这边是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借书 也可以看书 图书馆的书可以借一个星期 那边有几家商店 这家商店的东西很便宜 那家商店的东西有点贵 但是东西很好 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一段学姐带着新同学 介绍校园的话 欢迎就是高兴地迎接或者接受 欢迎您的到来 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我们学过学习 学过姐姐 学姐是比自己年级高的女生 那么比自己年级高的男生叫什么呢? 学长 长是个多音字 可以读长也可以读长 请跟我读 欢迎您的到来 欢迎您的到来 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学姐 学姐 学长 学长 欢迎新同学 欢迎新同学 很高兴能成为你们的学姐 很高兴能成为你们的学姐 接着 学姐介绍教室和洗手间的位置 请跟我读 请往这边走 请往这边走 这是你们的教室 这是你们的教室 洗手间在那儿 右边的最后一间 洗手间在那儿 右边的最后一间 接着介绍餐厅 吃饭的地方 说明了餐厅开门和关门的时间 请跟我读 这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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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开门 十一点开门 一点关门 一点关门 你们可以在这儿吃午饭 你们可以在这儿吃午饭 接着介绍学校的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借书 也可以看书 图书馆的书可以免费借一个星期 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借书 图书馆可以借书 也可以看书 也可以看书 图书馆的书可以借一个星期 图书馆的书可以借一个星期 然后介绍校图旁边的几家商店 哪家商店的东西便宜 哪家商店的东西贵 请跟我读 那边有几家商店 那边有几家商店 这家商店的东西很便宜 这家商店的东西很便宜 那家商店的东西有点贵 那家商店的东西有点贵 但是东西很好 但是东西很好 最后学姐问新同学们 他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问 请跟我读 请问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学姐给学弟学妹们 介绍校园的对话 你学了这个对话以后 能不能用汉语介绍学校 公司或者医院呢 加油哦 下面我们来做个练习 好的 我们来看看答案 这是哪儿 这是一个很大的书店 里面的东西很多 想要买纸笔等等 都可以买到 我们学过报纸 我们学过报纸 那么纸是什么意思呢 纸 纸笔合用 可以表示文具 等 可以表示等待 比如 我在校门口等你 等 也可以表示 还有很多 没有列举出来 比如 今天 来了 好多人 有 爸爸妈妈 哥哥哥姐姐 学长 学姐 同学 朋友 等等 我想去飞机场的T3 请问 怎么走 T3 有点远 你去那儿坐车过去吧 五分钟就有一班车 大的飞机场 一般都有几座航站楼 T1 T2 T3 T3 就是三号航站楼 班 除了表示规定的工作时间 上班 下班 下班 加班 也可以用做定时行驶的交通工具 比如 你坐下一班飞机 走吧 火车每半小时就有一班 请问 这儿有洗手间吗 有的 洗手间就在你后面 我的衣服短了 请问 这儿有商店卖衣服吗 那儿就有一家卖衣服的 但是卖的都是男生的衣服 女生的衣服很少 今天我们学习了对话 心情和介绍校园 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朋友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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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